接下来的这则酒驾造势呢 现在则是被认为判得太轻了 去年7月的时候 黄姓男子他酒驾造势 结果撞死了屏东万丹消防分队 陈姓小队长之后逃逸 而屏东的地方法院的法官 他认为说这名男子他事后呢 有多次到死者的林前上香制疫 所以是有诡异的 因此判决他一年十个月的徒刑 不过呢法务界听到之后都说 这真的是判得太轻太离谱了 根本达不到抑制酒驾的效果 家属方面则是已经提起了上诉